都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 毕竟一抹清纯的微笑可以让多少人都忘记烦恼 日常微笑是让人们十分惬意的 但职业微笑却多少掺杂了一些虚情假意 而无论是职业需要还是个人喜爱 作为女主播都是时常将微笑挂在嘴边 人们久了也就看习惯了 但是很多人对一位女主播的日常微笑评价却十分不友好 甚至有人说她就是时刻保持假面微笑 而这位被人谴责的微笑明星就是侯佩岑 说起侯佩岑可能很多人并不陌生 毕竟她是天王周杰伦曾经唯一公布过的女友 周杰伦与侯佩岑不仅交往了很多年 而且两人的恋情也受到了双方父母的认可 或许曾经周杰伦也是想与侯佩岑携手共度一生吧 毕竟侯佩岑实在是一位非常阳光温暖 得体大方的女孩子 但是由于侯佩岑的假面微笑 使得周杰伦的众多粉丝十分讨厌 而她也是迫于周杰伦粉丝的压力 不得已与周杰伦分手 周杰伦在与侯佩岑分手以后 才意识到没有保护好自己深爱的女孩 但却为时已晚 那侯佩岑这么优秀的女孩子 为何会时刻保持假面微笑的状态呢 这就不得不提及侯佩岑的身世 因为侯佩岑是母亲与有父之夫侯侍红的私生女 从小她便是见不得光的孩子 所以侯佩岑从出生就明白自己的与众不同 而如果私生女的身份 就足以让她尴尬一生 那么母亲选择离开亲生父亲 反而成为富商邱家雄的情人 而她作为情人的孩子 从小便养成了处处讨好型人格 虽然侯佩岑又这讨好型人格 但是其却处处为他人着想 就连独嘴小S都赞叹她的优雅与真诚 想必周杰伦很多不喜欢她假面微笑原因的粉丝 知道事情的缘由以后 应该也会十分后悔吧 原以为侯佩岑不会相信爱情 但是却因为黄百骏的体贴与陪伴 使得侯佩岑再次选择相信爱情 相恋一年以后 侯佩岑也与黄百骏结婚 很多人都在可惜侯佩岑嫁得不好 那是不知道黄百骏也是一名富二代 而黄百骏因为为人低调 所以很多人对她便不是很熟知 而黄百骏的这份低调 或许正是侯佩岑对生活的向往吧 侯佩岑与黄百骏结婚以后 生活得十分幸福 并且生下了两个可爱的儿子 眼看着侯佩岑就要过上寻常百姓的平淡生活 老天又对她开了玩笑 侯佩岑不仅要面对小儿子的亲生儿容血症 还要面对公公因为豪赌而欠下的巨额债务 这让侯佩岑一时间就陷入了黑暗 也让并不了解侯佩岑为人的网友 暗自窃喜 有的人说侯佩岑的富豪梦就此破碎了 眼看着她就要成为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了 但是在最新侯佩岑出现的聚会中 我们却发现她不仅没有愁容满面 反而依旧意气风发 在其身上一点都看不到 岁月曾经停留过42年 为此我们采访了侯佩岑 为何面对如此状况依旧可以处之泰然 侯佩岑对我们说事情发生就会有解决的办法 何必过于恐慌 而且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的 所以我相信这一切问题都会有解决办法的 的确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 侯佩岑前半生既是生活的如此坎坷 遇到问题却始终都会顺利解决 也希望众多网友在今后遇到困难时 保持一颗幸运的心 2005年一封特殊的情书江侯被曾封口浪尖 得知真相的网友们开始对她冷嘲热讽 风头巨变 昔日的甜蜜如今竟变成了压在她肩头上的一副重担 她白口莫辩苦不堪言 独自一人时 她不禁想到难道母亲当年坐下的孽果终究要被自己承担吗 这个此时一哭五泪的女孩 正是后来被称为假孝女神的侯佩岑 因为母亲献下的情债 与侯佩岑相恋多年的周杰伦 转身娶了昆灵 1978年随着一生啼哭 侯佩岑咕咕坠地 此时懵懂天真的她并不知道 自己的一生注定要披上假面试人 她的不平凡还要从母亲林月云开始说起 1977年林月云未婚先孕的消息不惊而走 得知此时的众人一时间瞠目结舌 林月云作为一名闽南语演员 在台湾也算得上是家喻户晓 吹谈可扑的脸蛋 含翘含娇的笑颜 举止大方 既有小女生的柔弱 又少了一份寻常女子的矫情 凭借着出色的外貌和心直口快的性格 林月云很是受大众喜爱 可谁曾想到这么一位明眸好齿的美女 会深陷情色丑闻中 此时的大家又怎会预料到 这仅仅只是林月云揭开真面目前的小小预兆 在被曝未婚先孕后不久 台湾媒体们又马不停蹄地丢出了一个重磅新闻 原来林月云度中孩子的父亲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闺中密友老公侯士红的 她这下可算是亲身体验了一把穷瑶式狗血人生 背叛好友勾引其老公 知三当三 因着自己的情与爱直接破坏了一个家庭 要说侯士红也是被林月云勾得五名三道 三番五次的暗示妻子郭美纯离婚 怎奈 郭美纯死活不肯松口 侯士红也只得作罢 这下明面上算是安分了 暗地里却是小心思不断 时间长了 郭美纯对二人发展的突飞猛进的关系无可奈何 只得亲自给自己扣上一顶大绿帽 在郭美纯独自寂寞纠结时 侯士红早就带着自己的小娇妻 体验快活人生去了 也不知侯士红对林月云的感情是一时兴起 还是情真意切 在林月云怀孕期间 侯士红并没有撒手不管 反而时常带她出去玩乐消遣 就这样 在侯士红的悉心照料下 侯佩曾出生了 郭美纯冷眼看着自己的丈夫和别人女人起乐融融 心灰意冷 但是好景不长 林月云又给自己找了新的打算 1983年 林月云甩下红士红 转身投入另一位富商邱家雄的怀抱 要说这邱家雄以地产发家 但是这背后靠的却多半是发妻蔡贵赵的帮助 早年间的邱家雄还是一介穷学生时 蔡家小女蔡贵赵 一眼就相中了这个踏实肯干的少年 不顾家人反对 自作主张将自己嫁给了邱家雄 蔡家人眼看木已成舟 别无他法 也为了让小女少受白眼 值得用自家的地位和财力 为这便宜女婿铺路 邱家雄便靠着蔡家这坚实后盾 一步一步走向了大众眼前 但是多年后的蔡贵赵却想不到 姜还是老的辣 父母当年的祖兰是有原因的 甜蜜的日子还没持续多久 一记重锤 将蔡贵赵一下子打入泥潭 蔡贵赵出身富贵 又是在家里人溺爱中长大 心思自恃单纯了些 侯士红领着林月云来家里打麻将的时候 蔡贵赵和林月云一见如故 交为了好友 又是林月云一个人来找他玩 时间晚些了 他就会担心林月云一人走夜路不安全 特意让老公送他 谁知这一送 竟是亲手将老公送到了林月云的闺中 得知真相的蔡贵赵 怎的也不肯接受这双双背叛 可那又能如何 最后蔡贵赵只能和当初的郭美纯一样 死不松口 不给林月云一点名犯 只可惜了 那未情消瘦的蔡贵赵 早就不知道被快活的二人 抛到哪个鸡脚嘎拉里去了林月云一声未嫁 将自己的青春 慢心六分 铺在了这两个已婚男人的身上 剩下的便云给了女儿侯佩岑 侯佩岑出生时大眼睛 眼脸淡 光是看着一压血雨的她 大家就纷纷惊觉 侯佩岑长大后一定是个美人胚子 可是这美人注定不能当个快乐的花瓶 林月云的生活中 除了男人便只有独生女侯佩岑了 于是 她从小就对侯佩岑要求甚是严格 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 言言微笑礼貌待人 这是侯佩岑从小就被教导的行为 但是母亲林月云 却对女儿在这方面的要求 达到了偏执的地步 有一次小侯佩岑接电话 仅是因为接起电话 第一句不是 你好 我是侯佩岑 便被母亲一巴掌打得晕头转向 这样的情况 在小侯佩岑的身上数不胜数 希望侯佩岑能慢慢看清自己 先做自己 再扮演妻子儿女母亲的角色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